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五地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支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磁城位於關東的東北方 離東京不會很遠 大部分的大景點搭乘JR跟公車都可以到達 本支影片我們就來介紹磁城超大的景點 長路納科市國營長路海濱公園的粉碟花 水護的日本三民園的接樂園 還有圖普市的單車行程 來搶春季的磁城一日遊 由於春季長路海濱公園的粉碟花非常知名 為了避免人潮 建議越早出發越好 我們7年左右從上野、品川或東英車站 搭乘特輯Tokiwa或Hitachi 不到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達聖田站 接下來搭乘巴士 約2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達了 這裡約215公頃 將近到安森尼公園的十倍大 原本是軍用飛行場以及射擊練習場 後來於1973年3月 採納當地居民的希望以和平為主題建園訴求 國營長路海濱公園也因此誕生 我們今天的行程比較滿就著重在春天的粉碟花上 自助旅行的時間比較鬆的話 大家可以用騎腳車的方式玩個一天 從西門禁園區之後 我們直接走到劍晴之丘 也是粉碟花所在地 這裡原本是使用建築廢土所堆疊起來的 高度達58公尺 也是長路納科士標高最高的地點 周圍沒有任何遮蔽 讓500萬株的粉碟花跟藍天河為一 從小丘陵下方拍照 中間拍照 或是頂端拍照都有不同的美感 就在這裡花一兩個小時拍照吧 另外這裡的粉碟花冰淇淋也是IG打卡的必備甜點哦 搭公車回到聖田後 搭乘長板線電車10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水戶 現在大概接近中午 我們來吃個午餐吧 來吃水戶是塔白六戶排名第二名的中華版面店鹽神 特斯用慈城當地食材所做的料理 我們點了淡淡麵跟涼麵 淡淡麵辣得很可以 涼麵的醬也是非常夠味 加個50塊日幣 還有小盤的麻婆豆腐可以吃 試試看日本的中華料理也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吃完中餐之後我們徒步去接樂園 一路上可以經過千波公園 迎著千波湖畔散步很不賴 大概20幾分鐘左右來到接樂園 這也是日本最後一代幕府將軍 德川慶喜的父親 德川齊昭於1842年所建立的 他成行孟子思想 古之人與民接樂 故能樂也 希望與百姓共享這片美好 也是這個地方稱作接樂園的由來 接樂園與石川縣金澤寺的殲六園 岡山縣岡山市的後樂園 被稱為日本三明園 這裡最吸引的地方應該是3000顆美樹的美園 但很可惜我們不是4月底來看的 所以花都已經卸了 但園區內竹林 森林 紫藤 大陸 杜鵑 以及可以登高望遠的仙義台 還是非常值得一逛 園區內雙城三樓高的好文亭 也是接樂園的必訪景點之一 大家可以參觀每一間房間不同的設計 走到最高樓層後可以遠眺接樂園 前坡湖 以及水戶室 風景非常好 現在時間大概將近下午3點 我們前往最後一站土埔 從水戶搭乘電車 大概50分鐘可以到 土埔旭是一個非常適合騎腳踏車的城市 有非常好的規劃 而且土埔車岸周邊有很多地方可以租腳踏車 兩三個小時大概1000多塊日幣 可以騎到日本第二道淡水湖 霞浦 這個湖大概220平方公里 只比台北市小一點點 一路上有很多景點可以看 比方說超美的湖景 有風車的公園 或是美美的農村風光 對腳踏車騎士非常友善 很多人會選擇騎腳踏車繞湖一圈 大概需要七八個小時 但是我們下午4點才到 就騎兩個半小時 在太陽下山之前 回到徒步車站 結束今天的行程吧 連倉的鄰居豆子跟夜山有著悠閒海港小鎮的風情 金澤文庫的春明寺是一個重要歷史史基 附近有知名大景點橫濱八景島海島樂園 UNIQLO PARK可以逛街 還可以讓小孩子溜滑梯 旁邊的OUTLET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今天的景點很推薦給今天來過東京自由行幾次 想要稍微深度日本旅遊的朋友們哦 我們首先一早大概八點半來到豆子車站 從品川搭車大概一個小時不用換車就可以到囉 首先從車站前往當地非常知名的咖啡 Nagisa橋咖啡 但我們可以順便經過豆仔安的沙灘 這裡在夏天的時候可以說是 東京人最愛拜訪的海水浴場 鮑勃拜訪的時候是五月初 少了人潮,但多了浪漫感 散步到海水浴場的尾端 我們來到Nagisa橋咖啡吃早餐 店外可以看到海 店內可以享受日式復古風的裝潢 點個甜甜的法式吐司配個咖啡 讓我們精神飽滿的開始一整天吧 我們接下來搭公車7分鐘左右來到了真名Line海岸 這裡是個很棒的拍照景點 夜山燈塔 搭配森戶大名神的鳥居 真的非常有特色 在這裡玩SUP或是獨木舟 看著景色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不喜歡玩水上活動的話 沿著海灘走的也不賴 接下來我們走個五分鐘來到 森戶大名神 為智成四年 由原賴朝所創建的神社 據說球戀愛運還蠻有名的 森戶神社社店也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為夜山丁指定中央文化財 現在時間接近中午 我們搭巴士十分鐘以內 來到這一帶非常有名的餐廳 我們在他們的一樓 吃個簡餐吧 這個餐廳已經開業四十五年了 使用當地當日最新鮮的海鮮製作料理 包補點西福 Special 有生魚片海藻沙拉 以及海鮮滿點的馬賽魚湯 雖然份量沒有到很大 但十分的精緻 吃完中餐可能沒有吃飽 還有點嘴饞齁 我們來到隔壁的夜山Marina 這裡的用途是給大家搭船用的 只不過我們是特別來吃1984年 夜山當地創業的布丁名店Malo 使用北海道新鮮牛乳製作 跟稍微苦甜的焦糖搭配 有種大人的風味非常好吃 如果喜歡這一味 也可以現場買外帶陸上吃 酒足飯堡後 搭公車到豆子夜山站 轉達荊棘電車 大概30分鐘 我們來到金澤文庫 到達車站之後 走路約15分鐘 來到春明寺 春明寺為連艙時 帶有北條時時建立的 金澤北條寺的菩提寺 於西元1258年創建 拳擊被列為國家等級的時機 雖然極其重要 但好像拜訪的人並不是很多 包補真的很喜歡這個地方 幾乎所有的建築都兩三百年以上的歷史 本堂前的阿字池 與紅色的喬斯芬搭配 植物 水鳥 魚類也很多 有種小秘境的感覺 在這裡待個半個小時左右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兩三點 我們散步經過海之公園 大概走個25分鐘 來到八景島 這裡可以算是複合式的海洋休閒遊樂設施 到八景島島上本身不用錢 不同的設施有不同的價目 大家可以挑幾個自己喜歡的遊樂設施玩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5點 從八景島站坐車15分鐘來到鳥兵 來玩今天的最後一個行程吧 首先是Unicode Park 你可能會想 就優衣庫而已 幹嘛大驚小怪 這家優衣庫是由日本知名建築師 藤本壯界所設計的 特色是高三層樓的園區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小山一樣 這座小山 也有很多六滑梯可以讓孩子玩 走到頂層的時候還可以觀賞海港美景 Unicode Park的旁邊有家三井Outlet 是2020年整修後重新開放 所以設施也非常的新 總共有170間以上的國際及日本品牌 也有不少餐廳 我們就在這裡逛逛吃吃結束今天的行程 香根好鄰居小田園市 是一個從日本戰國時代就開始繁榮的城市 有著宏大的歷史 好吃海鮮 位於山中的甜點名店 把這裡跟香根旅遊的行程放在一起吧 大概早上10點左右 我們來到了小田園站 可以在車站附近走走 這裡商業區規劃的很不錯 接下來我們前往小田園城 小田園城距離小田園站 走大概10分鐘交通方便 這裡的歷史大致上可以追溯到平安時代後期 然後於15世紀中期 由大神寺建立的小田園成郭 1495年 支配了伊豆國北條早雲攻擊小田園後 成為了後北條市的領土 也進行了擴建 在其後易主過幾次 到幕府末年1871年廢城 現在看到的天守閣是西元1960年所重建的 我們從馬出門經過同門後 從階梯往上走 再經過長盤木門 就來到本丸 這裡也是觀賞天守閣的絕佳位置 天守閣三重四階 包含石原總高 38.7公尺 總樓面面積大約1800平方米 跟日本其他的天守閣比較起來 算是規模蠻大的 每一層樓都可以欣賞到小田園的歷史文物 展望台大約是標高60公尺 可以看到香根 伊豆半島 還有橡摩灣的海景 非常的漂亮 登高望遠後 我們走到小田園城內的二宮鮑德神社 是今年的當地知名思想家 二宮尊德 就是那位拿著書走路的二宮金次郎 神社內的廳雞肉咖啡位置很好 室外的座位很舒服 天氣熱的時候點個北海道牛舞製作的雙麒麟 邊吃邊看神社真不賴 離開小田園城也是中餐的時間了 走路10分鐘左右我們來到了早川港 由於夏摩灣是一個深水灣 讓這裡的漁獲非常的充足 也讓這裡有不少好吃的海鮮食堂 我們來吃瓦剌菜魚丼 店內滿有質感的 海港的炸生魚 肉質鮮美的主生海魚 超級新鮮的生魚片 還有螃蟹滿出來的味噌湯 值得 吃完中餐之後 我們走路這樣搭巴士25分鐘左右 來到一夜山歷史公園 這裡原本也是一個城堡 叫做一夜城的原因是 傳說封城秀吉只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 就完成這個城 讓當時掌管小田園的北條市嚇一跳 然後中挫他們的士氣 封城秀吉也因此將小田園城拿下 但實際上這個城堡花了80天 然後動用了4萬人才完成 這區域有兩個東京巨蛋的大小 可以慢慢散步逛逛 我們來這裡的第二個理由 是甜點名店 一夜城 Yoloizuka Farm 也是2020甜點百名店 在店裡買個好吃的蛋糕 混雙麒麟 吃完之後在農場晃晃看風景 三個鋪打火車大概40幾分鐘 我們前往香根湯本吧 這裡簡單來說就是香根的入口 也是小田及浪漫特塊的最後一站 有超過40間溫泉旅館 如果不住宿的話 當成一天來回的溫泉旅遊也不錯 除了溫泉以外 這裡的商店街也有非常多土產店 比方說創業超過150年的 漁板專門店林廣 和過子百名店勤摩托 國產糯米做的特色商品 湯麵器 包著甜點的喉丼非常好吃 除了賣外帶以外 這裡有室外座位可以直接想用甜點 如果要吃正餐的話 我們推薦湯葉丼直擊 這是昭和30年的旅館改建的餐廳 非常的古色古香 點一碗香根明水、雞汁水 和優質豆漿做的豆腐皮 以及其他豆腐料理 暖暖的真好吃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就結束囉 足利花卉公園 在紫藤花開放的時候 聚集了世界各地 慕名而來的旅客 將近千年的古蹟宗阿寺 日本最古老的學校 足利學校 在織基神社看看彩色的鳥居 求個良緣後 直接在神社 吃超友日本味的蕎麥麵店 讓你買到手軟的Outlet 日本第一的餃子城市 宇都宮 直接立幕的景點 都可以在一天完成喔 我們第一站來到足利站 一早先來體會足利的歷史吧 足利市位於立幕縣 熱口大概16萬人 是日本活躍於平安時代 到士丁時代 軍事貴族足利市的發祥地 足利幕府也是日本史上的 第二個幕府政權 也因為如此 整個城市也深受到足利家族的影響 大部分的大景點都不在車站附近走路可到的範圍 我們就帶大家在這裡走走吧 我們先前往足利學校 足利學校可以說是日本最古老的學校 創建的時間大概是士丁時代的中期 也就是15世紀左右 關東管理上山現實上任之後 開始整修學校 全聖書籍 招聘校長等等 這裡在16世紀初期 學生人數達到3000人左右 西班牙籍天主教傳教士 方济稍略 也向海外介紹 這是日本最大的大學 而境內也有很多珍貴的文化財 比方說進入校舍時可以看到 1668年建立的學校門 同一年1668年建立的孔廟 重建過的方丈跟書院 讓人體驗士丁和江戶時代的學生 是在怎麼樣的環境讀書學習的 由於這裡的歷史意義十分重要 足立學校也被列為日本遺產 竟是日本教育遺產群的一部分 離開學校走個5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了宗阿寺 這裡真而讓歷史迷鮑勃打開眼界 宗阿寺為竹立宗家二代當主 竹立義堅 於1996年在宅地內建立持佛堂 然後第三代竹立義士 在此建立了各種不同的建築物 這裡可以說是祈求足立一家 繁榮以及幸福的寺廟 十分具有歷史價值 寺廟的文化才非常多 比方說西元1299年建立 採用當時中國寺廟最新建築技術的本堂 在這裡屹立不搖地佔了700多年 800多年歷史的鐘樓 以及四五百年以上的建築 也讓這裡被指定為國家的歷史古蹟 往下走十分鐘左右 我們來到竹立之姬神社 這裡是竹立祈求姻緣以及振興產業的知名神社 珠黃色的宮殿跟後方的綠樹 互相稱印非常美 大概可以遠眺的竹立市 以及整個關東平原的景色 另一個特色是七種不同顏色的鳥居 每一種顏色都可以讓你實現不同類型的願望 在離開這裡之前 鮑勃推薦一家神社內的蕎麥麵 蕎幽安 在Google和塔貝勒哥都有不錯的分數 週末的時候可能會有點人潮 要注意一下 蕎麥的種類非常多 不同的季節也都有不同的口味 麵是用江戶前的製作方式 吃起來非常的滑順 還可以點一些小菜配蕎麥麵吃 店的內觀也非常懷舊 搭配室外的樹葉跟景色 讓食物吃起來更香 吃完中菜我們往下搭一站 來到今天的大重點 竹立花卉公園 從車站下車就可以直接看到公園了 這裡每年最有名的時刻 就是四月中到五月中的藤枝花物魚 很多人會從白天一路待到晚上 看這裡的大光秀 如果行程不趕的話 大家也可以這樣玩 但如果想多舔一點行程的話 我們就在這裡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就是下一個行程 竹立花卉公園 共有350珠左右的藤花 我們先前往園區最知名的大藤棚 樹齡超過160年 在1000平方米的區域生長著 我們來的時候剛好是五月初 是大藤棚的藤花準備結束的時候 但這個公園的不同顏色的藤花 為了不同的時間開花 雖然時間剛好是白藤滿開的時候 我們就穿過80公尺長的白藤隧道吧 除了藤花外 春天也是百花齊放 如詩如畫 對了,大家別忘記在這裡吃一個 紫藤花霜晴打卡一下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兩點左右 我們坐電車加上公車 大概30分鐘 來到有180家電的左野 Premium Outlet 這個區域設計充滿了美國東岸的風情 非常的舒適 國際知名品牌 日本品牌不勝美局 看完包不會是滿了沙紅眼 喜歡逛街的人 可以把這裡當成今天最後一個行程 在這裡吃個晚餐後回東京 想要繼續體驗立幕的人 大概在這邊逛個兩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前往最後一個行程 從Outlet搭巴士轉電車 我們大概一個半小時來到宇都宮 雖然不是很近 但又有宇都宮的大車站 從這裡搭新幹線回到東京 大概只需要50分鐘 腳筒非常的方便 那晚餐來吃吃看這裡的餃子吧 宇都宮巨瘦有200家餃子店 雖然國貼或餃子 在台灣算是常見的食物 但日本的餃子其實味道跟形狀 跟台灣都不太一樣 寶寶覺得可以當成一種文化的體驗 吃完之後也可以跟朋友介紹 日本的餃子的心得也是滿有趣的 車站旁大排長龍的健太 使用了許多日本國產的食材 以及叫薄的皮 所做出來的餃子 非常的多汁 大家可以試試看他們不同口味的餃子喔 製作300年味噌的老婆清源 他們旗下的味噌蔥餃子 我相信應該很難在台灣看到這麼奇特的口味 說實在話 意外的美味 難怪這家店也得了兩次塔北拉股餃子 百名店的稱號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